請張院長 陳部長 陳委員好 院長跟部長好 本來我想說你們剩下六十幾天要給你們輕鬆的過日子 要用四面執行 但是我想一想做人的道理不能這樣 那我今天趕來這個執行是為什麼呢 我要特別感謝我們的行政院理界的院長 我們交通部理界的部長 對苗栗縣的交通建設非常的支持 非常的肯定 這八年來把苗栗縣的建設變成一個交通網 尤其苗栗縣的高鐵通車了以後 苗栗縣從高鐵到任何的地方三十分鐘就到 現在的苗栗縣 跟所有以前的苗栗縣完全不一樣 可以說交通非常四通八達 那我特別感謝立街的院長 跟我們副長為苗栗縣的努力跟付出 那我看了一則新聞說 院長你說你如果退休了以後 要到花蓮當一日的農夫 我說有空你到苗栗縣來 你再發覺苗栗縣的可愛 對你們付出一定會很熱忱的招待 常常來苗栗縣 到花蓮要做了很多分鐘 到我們苗栗縣只要從台北四十分鐘都到 你很少到苗栗縣 對不對 各位有沒有興趣 我來做東邀請你 謝謝 因為你真的是好人 又有能力的人 又很負責的人 好不好 謝謝 也多跟我們提供建議 如何讓苗栗更進步更發揮好不好 那陳部長我會特別感謝你 雖然你當部長的時間不短 但是我每次去拜託你 你覺得有需要 你都全力以赴 後面的交通部的官員 雖然他們兩個要離開了 但是你要記得我好處 我是遵心講話 因為我這種人不會 要見識的時候把你當作保 你們沒有在位的時候就把你去之日朝 不會 苗栗縣永遠是有情有義的 但是你們在座有留任的官員也不要怕 苗栗縣的財政並不是如此的惡劣 如此的糟 就今天我聽了 屏東我們施政卿委員所講的 他為了這個捷運到屏東那一段 他就要爭取 我們也等了十幾年 所以這幾年苗栗非常發現很多 但是我們的稅收 十年之間 我們每年都是幾十億指示率的增加 是因為中央財政收視化法不公平 我再強調一次 像一百零三年度 苗栗縣交給中央的稅是一百九十五億 但是中央的統籌分配款 只分給不拿一百一十億 那像嘉義縣 他只繳四十六億 他中央的分配款給他一百一十億 那講到屏東縣 繳到中央一百億 他拿到中央一百九十五億 我們趴那邊也好 不要對我們說話 我們真的很努力做事情 那在這邊我也特別拜託我們院長 這個是事實 那你也常常到苗栗來 雖然政府犯了 你們一事同仁 再多多支持苗栗縣好不好 尤其財政的方面 特別特別的拜託你 好不好 我不是問你 我是拜託你 所以在這個期間 我特別感謝 我特別感謝 這一段期間 這是我個人 政見裡面爭取的經費建設 我只有一條沒有打場 但是我在爭取這些的過程裡面 你們都全力以赴 因為我是老實人 我不會做假的面子說來爭取這些 所以我請院長跟部長 退休的時候 我帶你這條不包括苗栗縣提出來 是我個人政見裡面 我只有一條沒有完成 讓我再請教一下 選舉期間我已經困擾 你的鐵架高路化 但你 他們政長說 你們同意給他六十億 到底有沒有 害我先講 背不穿 說不穿車 有嗎 要你 鐵路的高架化 要你車站鐵路的高架化 你願你的高架 有沒有 講有什麼 對不起 我可能還要查一下 我現在不敢 不敢說到底 實際的狀況是怎麼樣 好 表示你對這個問題 還沒有完全仔細 但是我要把這個問題澄清 這個資料給我 那我未來的四年 我只要希望 我個人政見裡面提出了這幾條 我一定會入力完成 你們下台沒有關係 教我結招 在座的官員留任的 多多幫忙我 好不好 把這完成 我算功德圓滿 非常感謝 我們行政院利益界的院長 還有我們陳政長的牟利 對苗栗縣的復師 讓苗栗永遠 一直現在在進步之中 感謝你們 謝謝你們 陳部長可以回去 謝謝 請坐 再來我請我們的陸委會 夏主委 還有我們外交部 我們外交部的官員 大家好 今天是交通執行 我一來到這邊看到你們兩個在這邊 我想好啊可以啦 本來我的個性是今天問交通 我就專門問交通 但是看到你們兩個人在這邊備戰的時候 我就問你們一下問題啦 因為這個問題也算很敏感 但是在這個時候發生 我們要彼此了解同理心最重要 那我們外交部 你貴賢你叫我剛剛看的領副次長嘛 是的 好 如果我們在練政治學或是國際外交關係裡面 我們常常談到幾個問題 插槍的人是感情比較重要 還是現實的利益 還是國家的利益 為重要 如果你是當一個指正者 是我想當然國家利益是最重要 但是在要維護國家利益的時候 我們在外面的這個 勃感情跟這些方式都非常重要 那一般政治學裡面都叫我們 政治是現實 政治是利益 勃感情這個時代的時候 勃感情對於外交到底有沒有幫忙 我覺得當然勃感情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方式 那在外面這個交朋友是非常重要的 真的重要嗎 你聽到幾十名我等一下幾個問題 那我今天假設一個問題好不好 你是甘比亞的總統 你會跟大陸建交還是跟台灣建交 我只問這樣的一個問題 假設你是甘比亞的總統 如果我是甘比亞總統 我當然跟中華民國建交 因為我們中華民國是把他們當作非常重要的朋友在看待 你覺得中國大陸不把他當作朋友看待嗎 我現在問這個問題 你不能這樣說 你當然今天講 我說如果換一個角度來講 所以我們很多外交的策略 不要想到我自己是對的 所以說你是甘比亞的 所以說你是甘比亞的 是我了解委員的這個 我告訴你 你跟大陸說的 要是我 我說我是甘比亞總統 我一定跟中國大陸建交 我再問你問題 你說跟台灣建交的好事 還是中國大陸建交的好事 都 我們就要撇開立場不談 所以不要自我安慰 我聽你講 這個事實已經很明顯 人家跟你斷交兩年了 是為了面子 好啦拖在那邊 我們不要自我安慰 以為我們很大很強 當然我們在困境之中 我們要爭取我們最大的權益 所以我在這邊一直覺得 所以我們外交應該自己很細心 很實際的檢討 那早上有人家在問了 所以就是因為甘比亞斷交 是我們馬總統 活絡外交 外交士兵政策的事務 應該要學學紅火外交 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我們 馬總統執政八年以來的 這個活絡外交 是非常有很多的具體的成果 我們講自己的好話 不要講得很滿 那我問你 如果新政府採取紅火外交 你告訴我 真的大概狀況 會發生怎樣的情形 如果烽火外交的話 那麼當然這個 雙方非常的緊繃 那麼很多狀況都可能發生 所以啊 我們在處理事情 要顧慮到現實 我們要誤實 我講說我們了解我們此境 如果後期我們最大的 一個對台灣的好事 所以今天我為你欣賞 張院長您講的一句話 你要封火外交的話 520以後好好的發揮 打得漂亮打得好 因為當家不曉得當家的苦 那我再請外交部問你 你不把甘比亞 如果沒有同理心 那美國跟日本最支持新政府的 我們叫做民友 當時美國為什麼跟台灣 我們既然跟他那麼好 他為什麼要跟中國大陸 來建交把台灣斷掉 我們對日本以德抱怨 他為什麼把台灣斷交 跟中國大陸來建交 我們說我們有沒有核其為大 我們有沒有核其為大 我現在不是說台灣不要 我是教你們這個事情 現實實 不要我們自我 我每天都在講我們怎麼樣 要是我來看 甘比亞跟台灣斷交 要是總統 我覺得他是當然會這麼做 所有問題 如果未來新政府厲害的話 把說 美國我是你的名友 你應該跟我斷交 跟中國大陸來斷交 跟我們台灣建交 日本非常挺台灣對不對 也請他說 挺台灣跟我們建交 跟中國大陸建交 他敢不敢 我想他們有他們的這個 國際政治的可能性 我曉得啦 世界情形跟現實的利益都在一起啦 我們要在這裡面如何生成 後期台灣最大的空間 我覺得非常重要 不要自我期待 自我在台灣 都發到中國中華民國很偉大 我們很了解 所以我們要自立自強 所以張院長 你講52年好好發揮的時候 新政府講說我們要談起來 這是一個作用在 那在這裡面 下次會 我相信跟中國大陸有關心 那如果在這個時候斷交 以你們專業的判斷 他放出了一個什麼信心 當然今天你也講過了 你不可能留在新政府 也有可能留在新政府 看你的意志如何表現 但是如果他政策理念跟不一樣的話 你會產生怎麼樣 大家今天談到熱線什麼線 要做大事情 有時候熱線也突然會中斷掉啦 因為我們自己在選舉 我們很曉得啦 選舉也是像外交三款 法庭唯有 我沒得平平和好 你真是要跟我選 我也是跟你選三款 到底你有多少實力能去選 能去合 所以你能不能正確告訴我 在這個時候 突然 甘比亞跟台灣斷交 跟中共斷交 這個信息裡面代表的是什麼 是警告 還是說大家可以好好 我想甘比亞當年跟我們 不要亂挑釁 因為我發覺一個現象 要別人好 你又聽聽要罵人家 什麼賣台請蹤 來做一做看 你要不要賣台請蹤 我一直很納悶 如果為了獲取很多的選票 常常可以這樣子 萬無天氣的話 這個國家也沒什麼就在了 但是我今天到這個時候 我要成為依照你判斷 這個信息是代表什麼 這個信息基本上我認為是代表 這個中國大陸要告訴 因為這很多學者 實際講 反正你如果不想做 你就大膽講出來 可能遭遇的話或是怎樣 我是正要講 就是說表示中國大陸 他有這個能力啊 可以把很多這個國家 因為他的國際上的政治 經濟跟軍事的實力 可以影響到別的國家的決定 如果他真的做 那在某種條件下沒有談到公事 你覺得我們外交能剩下幾個 如果新政府能夠跟對岸 找到一個共同的政治基礎的話 也許這個情況不會發生 還有啊 我會有什麼看過 我會覺得我們會發生 他是這樣做的 我會不會發生 他是這樣做的 我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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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中華民國是主權國家的現實 勿片面採取負面的作為 否則必須為可能的後果負起完全的